南島玻璃是卡北順重要的山區 去年因為欠好水 所以當地提早來出現到達水季 農電水流速決定囉 就由今天開始 開動分枯慣階的機制 讓農民在春天可以順利來徵作 買家是玻璃店主要的水準 現在客人已經沒有水在樓 港村出水口還有九兩水 所以今年提早十四輪管理措施 買家水汽灌溉的地方 民家超879公斤 現在當時保利正卡北順的時間 需要很多水管 本屋灌溉的作法就是希望可以一張水管 讓水管位的地方有脆糖淫產 平常的話是0.7 所以正常水量是0.7CMS 但是現在的水量是0.34左右 所以不足以供應那個比較俊緯的部分 農電水流速南道管理處說 提起農民立貨車易進行輪廣 請農民帶來提早做好準備 讓春天的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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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